大家好,关于枯萎病这个问题 也给大家分享过不少的作品,不少的视频了 不单单兰花,其他一些植物也分享过了 今天就拿一盆兰花来说吧 我面前这盆兰花呢,基本就是得了一些枯萎病的 就喷洒了两只二枚林 二枚林可以防止一些枯萎病还有根腐病的作用 喷洒的话呢,最好是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如果是一些新手不懂的配比的话 就是按照里面的所说的简单的配比就可以了 一般的话都是15天到20天喷一只 在晴天的傍晚只有喷洒是比较好的 温度最好是在28左右上下 现在这个温度给它喷洒是比较好的 我这盆之前呢,看哭是比较严重的 经过了喷洒二枚林,现在慢慢的恢复了 还有这些新芽呢,绿绿绿绿的抽出来了 使用二枚林防止一些枯萎病也是特别的好 有很多花园呢,都使用一些带生猛线啊 这些多精灵啊,都没有效果 所以今天我就试了,尝试了这种二枚林 之前就给大家发布过来 就是喷洒了两次的 现在这个效果呢,是特别的明显的 已经慢慢的恢复油力坚挺了 也可以作为一个灌根的方式灌根 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浇水过多 一旦绑土长时间积水了,就感染一些病菌 感染病菌就呢,就导致它出现一个枯萎病的现象 所以,南花呢,使用一些出极料栽种的话呢 就建议七天的时间浇灌一次 软质料的话呢,十天浇灌一次啊 不要看到表面这些质料呢,微微干透了 就给它直接浇水,其实不是这样的 底部这里呢,其实还提供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呢 可以用到一根竹签 直接搓到底 就是干枯的竹签搓到底以后 半个小时爬出来 如果是完全干透的话 就是按照刚才我所说的 可以用到这种二美林 按照配比说明 直接给它交透就可以了 就是按照里面的配比就行了 这样就很好的 让之间的兰花养的比较好的 就不会出现一个枯萎病了 因为枯萎病引起的都是有根 出现了腐烂 感染一些病菌而引起的 对一些老少来说是比较的懂得的 对一些新手的话就比较的盲目 不知道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技巧对一些新手 也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 下期再见